我們寫在多 把紙寫滿了 但還是被忽視 被看不到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們在今天發起 就是障礙者黑子革命聯盟 我們會監督這次的修法 我們不會輕易的就讓它快速通過 我們一定要會讓在這裡面的修法 加入我們剛剛非常重要的在意的篇章 我們其實有參加了衛福部為我們召開的會議 但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一連串的行動 都是回到最原本的 我們其實很希望障礙者本人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聲音 能夠反應回應到政府的政策 但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這樣實現 甚至連這次因為我們上一週的抗議行動 為我們臨時召開的會議都讓我們措手不及 上星期五馬上通知 而且不是通知所有人喔 有些人其實還是沒有得到這個資訊 然後寄了非常多的資料 就叫我們今天要來開會 很多障礙者拿到非常厚重的紙本 而且在一天兩天之內要迅速讀完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還有我們要出來參加會議 我們要急速的找到個人助理 其實這也困擾了客人助理要撥開其他的時間 然後來支持我們參與會議 這些東西到底 這只有障礙當事者或障礙相關的人 才能夠非常切身了解 但我們一再在會議表達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主席還是希望我們今天能夠把進度走完 然後把會議召開 那我們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平行時空的對話 今天這個會就有點像 好像說我們支持員大家代表同意 但是我們好像就沒有辦法說 我們同意了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告訴我們會議紀錄 常常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忽然被開這個會 沒有什麼內容 然後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被八倍數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每一個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聲音 其實都很重要 每一個都非常在乎生意障礙者的團體 但是這個會也修太少次了 然後我們的聲音也沒有辦法好要被整大進去 我不相信每個團體都同意建案的版本 但是這些行政院的版本 包含說每個版本 大家都聲音都沒有充分費資訊 但是大家都這樣子一直被和洩掉 我覺得是非常的難過 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一直往前修 但是政府動得很慢 而且我不知道是忽視還是政治力量 我不太明白 但就是非常的忽視我們的聲音 然後也非常的不願意動這個法條 其實它不會難 因為我們要的是資源分費正義的問題 不要讓我們很嚴重 之後再給更多錢讓我們住院 我們這一開始就好好 好好讓我們變好就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他們不願意聽到 我覺得非常可惜 這個修法其實 在108年就有開始去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但其實裡面的 身心障礙本人的代表幾乎是非常少的 那這個權力公約 我們國際 我們身心障礙的權力公約 已經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國家已經簽署了 但我們的政府現在還在平行施工的修法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憤怒 那剛剛有講的就是為了 這次的一些機梯虐食的案件修法 但保持說我們其實也有很多障礙者 居住在社會 在社區裡面 在社區裡面看似住在社區 其實也是像住在機構裡面 因為我們很難出門 我們很難就是像一般人一樣能夠正常的吃三餐 正常的想去上廁所 想要去任何地方就去任何地方 我們其實住在社區也像住在機構裡面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 在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正式 然後卻一味的就是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修法 這麼重要的這些人群們 我們有不同的障別在這邊 那我們的聲音我們想要參與難道都不行嗎 那在這麼短處的會議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跟大家討論 大概才一兩年前 我們自己的夥伴組織就有在討論 當時我們在做這樣的準備的時候 我們是很希望有機會把這些聲音 採打給地位或者是政單位 但是這一次的修法非常的康復 我們是一瞬間才知道有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都還來不及把我們的意見 各個團體的想法 交給立委或者是行政單位 去理解我們的實際的一個途徑 然後這樣子的會議突然召開了 那政府看起來好像只是希望 喔!有障礙者出現 然後我們有要障礙者來表達 但是事實上這個程序都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政府的這種不誤錯是撐吃不吃 那就得看你自己障礙者住哪裡 那可能有的三與二有的地區 他的這個政策是比較完善 那這個障礙者會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那有一些人住在這個地方可能比較偏遠 那他的得到的支持就小 全國性的這種政策撐吃不起 那障礙者就要看自己的運氣 這樣子我覺得是違反人權的 那其實我們除了修法問題還有 我們也很擔心就是說 修法完之後的落實也有問題 像很多政府的一個法定的一個服務呢 他都有所謂的支付額 我曾經有問過很多生意大朋友說 為什麼不去申請政府的個人主義 或是所謂長照的一家服務 他們告訴我說 因為他們不是第三任務 他們要付所謂的30%或30% 或30%的支付額 當我使用的服務越多 我發的服務越多 那根據我們勞動部的一個統計 我們之間應障礙者 他的平均金錢也總搬能力去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那他怎麼會有那麼足夠的所謂的經費 去使用政府的法定 所以政府美其民他有非常多的服務 非常多的支持 可是他們又在實際的執行跟規劃 跟落實在地方政府的時候 下了種種的門檻 譬如說評估是一關 制付額是一關 這些都是造成我們使用上的 這種狀況 在我們的社區社會裡面 有所謂的不同的族群 比如說有很多的身份交織 比如說父母 原住民 身份障礙者 然後還有更多的比如說LGDP 他們都只在一個障礙者的身上 卻沒有更多的看見 在我們政治的宣傳裡面 卻沒有針對這些議題去做討論 就像我自己而言 我們自己是原住民 然後是在太陽鄉部落長大 在那邊沒有無障礙 沒有社會資源 我們必須要到社會上 去到一般的外面的世界去生活 然後我們跟我們的生活完全是斷面 因為你現在問我 我會不會講你這種語言 我完全不會 我就算怎麼聽 但是我不會說 那這算什麼原住民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所以我跟你們講阿根 就是我們的政府來說 我們的環境 不是只有一個族群的主張 我們是一個共和環境的社會 我們在這裡的訴求就是在這一波的修法 能夠納入無障礙的專章 還有讓障礙者可以在自立生活 就是社區自立生活的專章 還有各個反歧視跟合理調整的專章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15年 歷經15年都沒有修這樣的法律 那對於這次因為修法 是處理機構的問題我們也十分認同 但我們不認同的是整個的程序 還有就是召開會議的 沒有兼顧障礙者的需求 沒有障礙者的聲音 我們當然不是說要一步到位 或完全都聽我們的 但是我們連一個對話的基礎的平等都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好好的坐下來看 聽我撒言 沒有撒言 還我人權 還我人權 停止修法 不要空言 不要空言 我人權 不是隨便 可以 不隨便 喜死 無人權